这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城市 也是中国唯一不长束的城市 大家好,我是瑶瑶 自家中国,我来到了位于西藏北部 青藏高原腹地的纳曲市 这里海拔4500米 空气稀薄,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一半 年平均气温只有0度左右 这让第一次来纳曲的人都容易高原反应 头痛,呼吸困难,法力等 在西藏有句俗语 远不过阿里,苦不过纳曲 如果你来过纳曲,并且在这里待过 你就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凄凉 什么叫真正的缺氧 这里也被誉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是西藏气候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高寒,低压,缺氧,昼夜温差很大 我在市区逛了逛 然后爬到纳曲市旁的山头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市,纳曲市 这边的风特别大 你们看我的嘴巴 累得气喘吁吁,嘴巴盖了 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 街头全是建筑 在街道旁没有绿花带 没有种树的坑 没有一棵树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在过去,听说在纳曲能综合一棵树 可以得到三十万奖励 现在的纳曲,整个城市 你依然看不到一棵 超过五米以上的大树 但可以看到一些矮小的树 在纳曲最繁华的街道 花坛里种满了假花 我想这里的人们都渴望美好的生活 渴望生活中多一些社差坛里 他们种的不是假花 那是纳曲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向往 这座城市的环境如此艰苦 但依旧车水满龙 纳曲是整个西藏的北大门 青藏铁路从这里经过 这里也是进出西藏物资的大枢纽 很多的物流快递也都要经过这里 高寒缺氧,长年大风 强烈的紫外线照射 哪怕是每年最热的八月份 头顶的烈日让人感受到皮肤刺痛 可里涅的寒风 还是让人们不得不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在这里没有夏天 纳曲市的气候独特 赋予了这片土地坚韧不拔的气质 这里的人们热情豪爽 勤劳勇敢 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和传统 生活在这里并且建设和守护纳曲的人们 他们才是藏北高原上最值得我们崇敬的英雄 我敬佩每一个为了生活 在这里奋斗的人 优优独特 记得点赞关注哦